上一个视频已谈到了头痛 引起头痛原因很多 情治失调如紧张、焦虑、忧郁、恼怒、睡眠差、颈椎疾病、饮食不洁等等 都会引起头痛 而每一种疼痛都有不同的治法 今天就与大家分享头痛与相关穴位的按摩 大道治检预移行、跪坚持 嗨,大家好,我是王美玲,市民中医师 不同疾病引起的头痛部位是不一样的 要清楚哪里痛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就来去看不同的部位如何去按摩 第一,后头痛 后头痛会下连余下 属于太阳经的头痛 我们可以取的穴位就是按摩小肠经的后膝穴来缓解疼痛 而后膝穴也可以治疗颈椎病和绕疹 后膝在手的尺侧 微握拳当小指本节 第五长指关节 后远侧 长横纹 头 赤白肉 记处 如何取穴呢 微握拳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第五长股小头的后方 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地方有皮肤褶皱凸起 其间端触即逝 这个地方我们会按到有点酸酸麻麻的感觉 我们就按摩三到五分钟 同时我们也可以按摩足太阳膀胱经的筋骨穴 筋骨穴 在竹外侧部 第五指骨 出容下方赤白肉记处 当小指尖与竹根底后圆连线的终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找呢 就是这一个竹间跟竹根底连线的中间 就是筋骨穴 有一个隆起的地方 它在这个隆起处的前面 这就是筋骨穴 第二 前额和梅林骨痛 当前额和梅林骨痛的时候 一般是未经出现了问题 此时我们可以从腺骨穴 向内停穴的方向按摩 按摩一会儿就可以缓解头痛的症状 筋骨穴位于竹背 在第二三股间 第二直指弯节尽端凹陷中 那如何取穴呢 就在这个第二和第三的两指 也就是我们顺着往上推移 至这两股之间凹陷处 这个就是腺骨 内停穴在竹背第二三指尖 指补原后方次白漏剂处 这一个是第二第三 这个指补就是在这一边 它是在这个次白漏剂 也就是这边的肤色会有不同的地方 从这个腺骨 将内停的方向按摩 或者是我们下推 或者是我们按摩腺骨 然后我们按摩内停 以缓解眉领骨和额头痛的症状 第三太阳血痛 太阳血痛还是很容易的区别的 此处的疼痛可以先按摩这个太阳穴 太阳穴位于头部侧面 就是腻部 眉梢和外蜒角之间向后一横指凹陷处 用手触摸最凹陷处就是太阳穴 头部的侧面 这一部分叫腻部 眉梢和外蜒角一横指 这凹陷中就是太阳穴 用我们的双手拇指去按摩 三到五分钟 看可以可以缓解 如果还没有办法减轻 我们就可以尝试按摩胃经的头胃穴 腺骨穴或胆经的风穴穴 阳穴穴 头微穴当额角发际上0.5寸 头正中线距神庭4.5寸 如何取穴法呢 也就是我们正做 这个食指和中指并容 中指的指腹位于这个头侧部发际点 而食指指腹处积式 指指头微穴 风穴穴 在颈后腿 枕骨之下 胸锁乳吐肌上端 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中 首先我们将双手的四只手指并容 放在耳上 我们这个拇指顺着枕后区往下滑 在这一个触及到的是最凹陷的地方 而它跟耳垂平线 这就是风穴穴 我们按摩3-5分钟 阳灵犬位于在小腿外侧 肥骨头前下方凹陷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骨突出来的 这是肥骨 肥骨前下端的凹陷处 这就是阳灵犬 我们按摩3-5分钟 第四 偏头痛 偏头痛多与三胶筋有关 疼痛的时候可以按摩 清灵源 天颈穴 或者是手腕处的外观穴 这几个穴位 就是治疗偏头痛的特效穴 其实平时厂按摩三胶筋的好处很多 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失调 对更年期综合症也有改善的作用 清灵源 在壁后区 走尖与尖峰角连线上 走尖上两寸 这里是尖峰 这里是走尖 在这一个连线 在走尖上两寸 也就是三个子横纹 这叫清灵源 我们按摩3-5分钟 天颈穴 在走后区 走尖上一寸凹陷中 在这个走尖上一寸 也就是两个横纹纸 就是天颈穴 外观穴 在前臂后区 往背眼端横纹上两寸 持骨与劳骨间隙 终点 这是前臂后区 在这个往横纹上两寸 也就是三个子横纹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骨 就是老骨 这个是持骨 之间的间隙中 这就是外观穴 第五 头顶痛 头顶痛多发生在中年以上的冷群 此处的疼痛 属于绝因肝筋出现的问题 需要从肝筋开始论治 按摩或者是针灸百慧穴 也有很好的一个疗效 百慧穴 位于头顶正中线 与两耳间连线的交叉处 如何取穴呢 这个耳间 我们连线以这个正中线对平 然后我们会摸到这个地方 是凹线的地方 有点酸酸脏脏脏的感觉 这就是百慧穴 或者是我们按摩太冲穴 太冲穴 在竹背第一 二 子骨间 子骨底结合布前方凹线中 或触及动脉搏动 怎么找呢 就是这个第一 第二 子骨 我们顺着这两骨之间 往下推 推到这一个两骨 连接处 方凹线中 这就是太冲 我们按摩三到五分钟 第六 耳朵上部疼痛 耳朵上部的头疼和偏头痛通常较难分别 此时需要这样辨别发生在头部的两侧 并且是耳朵上部的疼痛 可以尝试按摩胆筋的风磁穴或阳灵犬穴 第七 肾虚头痛 肾虚头痛还要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所引起的 肾阴虚引起的头痛都是头晕耳鸣腰气无力的症状 肾阳虚诱发的头痛都是 害怕寒冷 四肢凉 面色白 按摩 腹瘤穴 或者是太膝穴 都可以缓解这个肾阴虚的头痛 太膝在足环区 内怀间 以跟腱之间凹陷中 要如何取穴呢 首先要找到内怀间 也就是这个股最高的一个地方 它在内怀间和跟腱之间的凹陷中 就是太虚穴 我们可以按三到五分钟 腹瘤穴 腹瘤穴在小腿内侧 内怀间上两寸 跟腱的前缘 太膝上两寸 也就是三个子和纹 放在这一个太膝的上面 跟腱前缘 这个就是腹瘤穴 第八 左边的偏头痛 左边的偏头痛 都发生在女性的身上 尤其是经期刚过的女性 这和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此时我们可以按摩 筑冰穴 来考完解这个头痛的症状 筑冰穴在小腿内侧 当太膝穴与银骨穴的连线上 太膝穴上骨寸 肥肠肌肤的内下方 要如何找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 这是银骨穴 然后和太膝 所以这一个连线当中 在太膝穴上五寸 之前我们找过这个太膝穴 上两寸 这一个是腹瘤穴 再上三寸 就是五寸 它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看到吗 这一个就是 肥肠肌的下方 这就是竹冰穴 我们在按楼的时候 觉得会有点酸酸 按三到五分钟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按摩取全穴 也可以有调理改善的一个作用 曲全穴在细部 裹横纹内侧端 半件肌肌肩内缘凹陷中 如何取穴呢 我们趋势90度 首先我们要找到 筋骨内侧颗的下方凹陷 也就是阴陵全穴 这边是筋骨 在筋骨的后缘往上推 推到这边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这边就是阴陵全穴 在这个筋骨内上颗向上滑行 其上的凹陷处 即是取全穴 我们可以按摩三到五分钟 大家也注意到 这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第九 右边偏头痛 右边的偏头痛多是和肺气有关 肺气不降 入发此病 建议按摩 此则穴和腹瘤穴 可以改善此症状 此则在走横纹上 拱二头肌腱撤 原凹陷中 要如何找呢 当我们 驱我们的手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中央有一个容器的出界 它就是拱二头肌 在一个拱二头肌 然后侧就是齿折穴 这一个地方我们会觉得有点疼痛的感觉 我们按三到五分钟 第十 头顶 僵痛 头顶僵痛和头顶痛是有区别的 头顶痛是单纯的疼痛 而僵痛是更胜一层 感觉头顶发胀疼痛 可以通过按摩肺筋的裂雀穴来缓解 裂雀在前臂 腕长侧 眼端横纹上1.5寸 母短生肌腱和母肠斩肌腱之间 母肠斩肌腱的凹陷中 简单取穴法 两手骨口自然平直交叉 一手食指按在另一手脑骨净凸上 指尖下凹陷中就是裂雀穴 好 大家已了解头痛的部位和学会所需要按摩的相关穴位了吗? 喜欢视频的您 请给予赞、分享、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以避免错过任何视频 感谢大家 再见